等等出來的殘渣 但是尤其在乎化裡 你燒的是什麼東西 如果是有毒的廢棄物 那麼你的殘渣裡面 是不是有毒外負子的殘留 那這些東西你再去把它添加在混凝土裡面 你的殘製品 是不是會有這些有毒負子的殘留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考量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去考量 所以將來這一部分在輝廣的時候 可能還有一些是要去注意的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添加量 是要做甜蜜的管控 因為超過一個極限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你整個混凝土的強度 所以使用這些混凝土的時候 它的一個強度的檢驗 這個都是後來需要去注意的問題 那當然它在節能減碳的效益上面 是有很大的功效 我跟你講這個都大家看都可以清楚 那另外也有高強度的鋼筋的部分 這些在現行的規範 現行的手冊裡面都有介紹 因為過去我們比較少用 將來這一部分是可以重新去考量的問題 那這邊也有一些案例 這些設施都是用這些高強度的混凝土 然後呢也有一些高強度的鋼筋 包括台北市的比例場 包括後面還有那個高雄的比例場 等等 這些都是應用一些不同的材料 所做出來的東西 那麼在談永續工程 談生態工程的時候呢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訴我們 利用不同材料的特性 利用不同材料的組合 把某一些材料 負面的功能用其他的材料來替換 然後把它的優點就把它出顯出來 那最重要的 如果你對環境了解的話呢 更進一步的 我們希望說營造出一些 生物的氣地的空間 生物氣地包括動物它生存的空間 包括植物它生存的空間 所以你在一個邊坡的構造物來講的話 如果你完全是用水泥 那就沒有植物生存的空間 懂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有一些孔季 可以跟泥土接觸的話 那這些植物呢 它就可以在這邊接過生存 所以多孔性的材料 最主要的呢 是增加生物氣息的一個空間 好 那麼這邊有很多安地的 大家可以參考 那另外呢 道路工程 過去我們講道路的路面呢 是一個不透水的 但是慢慢的我們都在研究 第一個水泥路面你要透水的話 可以利用一些構造物 把它加在裡面 然後在灌浮以後 完工以後呢 它表面會利用孔洞 下雨的時候 水就沿著這個溝槽 經過這個孔洞 流到地底下去 好 那麼 我們也曾經看過實際做的 包括北科大 包括在板橋 我們有一個路段的一個人行道 我們都是這樣子做 那下雨的觀察呢 其實排水的效果很好 但是長期以後 這些孔洞會不會被泥沙阻塞等等的一些問題 這是可以在觀察的 但是至少呢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瀝青 當然現在也有所謂的透水瀝青 它用的補材是透水的 所以呢 鋪塞了以後多少它有一些滲透的功能 另外呢 我們可以把一些飛機物 包括輪胎 包括玻璃 免碎了以後 加在滴機物裡面一起鋪塞 好 然後 它 可以增加 它的一個 那個 震動力的一個 吸附的效果 或者在 在液體間 它會有反光的效果 好 那類似這樣 都是一些資源在利用的一些案例 好 那這邊有幾個大家可以參考 好 最後呢 我們還是強烈料 好 各位 這一堂這個沒有辦法 告訴各位 各位 去認識很多的材料 但是 將來 我們希望呢 大家 對 不同的材料呢 能夠稍微 多了解一下 而且 交互的 混合的應用 好 那你了解的運多 越多的話呢 那應用的越自然 越準熟 好 好 那麼我們的工程 做出來 第一個 它比較活潑 比較活潑 最重要呢 對環境的衝擊 它可以比較減少 好 好 那對我們的 整個 這個環境 就可以拿到一個 有不需 利用的一個目的 好 那我想時間的分析 材料的應用部分呢 就歡迎各位介紹到 補充的地方 謝謝各位 我 謝謝 員 謝謝